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你究竟需不需要补血呢? 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全球的范围内大约有33%左右的育龄女性 和42%的儿童贫血 其中有一半都是因为缺帖性而引起 女子是以血为本 作为女性特别是需要注意平时的调养、补血、活血 才能够有美丽的用颜 更加令到你青春常驻 因为她们每个月都有生理期 所以是最容易有这个机会贫血的 想知道自己的血气足不足呢? 你就可以留意下几方面的 第一是看你的眼睛 其实看眼纯粹是看眼白的颜色 俗语说人老珠黄的意思 就是指你的眼白的颜色 如果你的眼白变成混组 又黄又血丝 即是说你血气不足 眼睛随时都能支持得大 即是说你血气足 如果你的眼袋很大 眼睛很干劫 又觉得眼皮沉重 就代表你血气不足 特别如果长时间用眼过渡 是会影响你的心神 耗损你的气血的 或者你本身里面的干血神经不足 令到你的眼睛无法得到充分的滋养 就容易造成眼的疲劳了 所以看眼也看得出的 第二就是看你的头发 如果它很密 乌黑 量力 又很柔顺 即是说你血气足 如果是又肤 又干行 又脱头发 而且又黄的 又白了 开叉 即是说血气不足了 第三 原来看耳朵也有得看 因为如果你的耳朵 有淡淡的粉红色 有光泽 没有斑点 没有皱纹 又饱满 即是说血气充足 相反如果暗淡 没有光泽 就代表血气已经下降了 如果耳朵是萎缩 还枯燥 有斑点 皱纹又多 即是说你的神藏功能 开始衰竭 要立即引起注意了 第四就是看你的皮肤 主要看是否有光泽 有没有弹性 和皱纹 这三方面 因为皮肤和肺的关系很密切 皮肤如果白绿透红 又有光泽 有弹性 没有皱纹 没有皱纹 那就代表你的肺气血很充足 相反如果很粗鞋 又没有光泽 又暗又黄又白 又有斑点 第二点代表你的身体状况不好 你的血气就不足够了 第五点 就看你的牙筋 这个如果是萎缩 代表你的血气不足 如果只要发现你的牙齿 的齿缝变大了 你的食物很容易塞在牙壳之间 你就要注意了 身体已经是向下坡了 衰老症再加快了 血气相规是会导致你的牙齦萎缩 这个症状多数建于在虚損的人身上 由于血气不足 牙筋容易失去营养 出现它萎缩 甚至红肿的情况 第六就是手的温度 如果你的手一年四季的温暖 就代表你的人气血充分 足够 如果你的手特别热 或者是出汗 或者手心很冰冷 都是血气不足 第七点 原来看一些手指 无论小孩或成人 如果你的手指指幅扁平 很薄 而且很尖 即是你的血气不足 相反如果手指指幅很饱满 又有很多肉有弹性 就是血气足了 第八就是看你的手指甲上 有没有中文 但这个只在成人手上才有 小孩子不会有的 当成人手指甲出现这些中文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 因为这个代表身体气血两规 出现了透支 是机体衰老的象征 第九就是看你的睡眠质素 如果一个成人 像小孩一睡到床 很容易睡得着 又睡得很沉 呼吸很均匀 一觉睡到自然醒 表示你的气血很足 如果你很难入睡 很容易惊醒 又夜尿多 而且呼吸很重 或者是整天都很重的鼻寒声 那你就代表有血规的现象 最后就看你的运动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出现空门 气速 或者运动后 疲劲很难恢复的情况 即是说你血气不够 如果相反 运动后你都精力充沛 温身轻松 那你的血气当然是好 大家可以由这10点看看 你究竟是否需要补血 而至于补血的资料 我已经上传了很多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补血 你只要打 補血 然后 C H A N G J U E 29 我的名字 就会出一连串有关补血 这个情况 你可以随时进去再听清楚 哪些是适宜合用的 希望大家都 气血伤黄 身体健康 多谢你们的收听